台北市国民就业辅导处顾问委员会 是在今天下午三点钟举行第一次会议 会中台北市国民就业辅导处 首先说明了目前工作的情况 表示台北市求财和求职之间 供需不平衡的现象 参加会议的各委员分别提出了意见 表示台北市的就业辅导工作 应该向商业的方向发展 各学校应该加强技艺和职业训练 改善求财和求职都困难的不良现象 对于雇主访问和掌握劳动市场资料的工作 他们也希望台北市国民就业辅导处能够加强推行